这是哪个女演员演的 演得太棒了 国民老妈王艺云 做客李太雄来了 你们太会放电木蛋了 完全没想到 太难请了你 连过花甲的她 依然多才多艺 你说话 照避海 一坨花烟出水来 明星母女花 家庭就是大曝光 向随心生 你长得越来越丑了 你没有发现吗 我不是跟他扔 我这人就爱十日休息 我今后不能跟你说话 你不可理喻 我就 究竟是谁的到来 让气氛如此紧张 他如果来了 你不会甩手就走了吧 你能接受他站在这里 跟你谈一谈 你们曾经的生活 我这个是麻烦了 又是谁的出现 令他情绪失控 让全场动容 我让大家看到 你选的这四个描述 爸爸给你写的那篇文章 是他的诀表 还有哪些圈子好友 来到现场 精彩内容 麻烦 这里是天津卫视 你看谁来了 集图 有请主持人 王峰 王维烈 今天之前的观众朋友们 现场的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收看天津卫视 给您带来的 你看 谁来了 欢迎大家登陆优酷网 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爱奇艺乐视视频 PPTV 感谢新浪娱乐 腾讯娱乐 搜狐娱乐 网易娱乐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那在我们屏幕下方呢 出现摇一摇的画面的时候 大家赶紧摇动手机 就可以参与到 我们的节目中来 不但有很多的礼品 等着大家 还有现金红包啊 在每一期的节目中呢 都会有一位大家 非常求情和喜爱的朋友 来到这里 今天来的这一位 确实是您特别喜欢的一位 是 现在已经成了我的偶像了 关键是 他虽然说 已经50多岁了 可是依然 不让说 50多 但是依然呢 偏偏让我们热烈的掌声 有请今天的大来宾 她可以是刁蛮任性的婆婆 也可以是善解人意的母亲 这结了婚呢 这得像个过日子的样子 你以前不叫我妈也就算了 从今天开始 你必须改口 我该享受的人生 我都享受到了 我该得到的 我都得到了 我生了四个孩子 我不像有的人 三十多岁 两名就让你给我打正 无论是话剧 还是电视剧 她都演绎得入目三分 跳出迎平 生活中的她 更是一位可爱的妈妈 她就是今天的大来宾 王丽云 今天来到 你看谁来了 三扇门背后的嘉宾 又和她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有请王丽云 掌声欢迎王丽云老师 欢迎王丽云 欢迎王丽云 추천拍照片 真好看今天老老师 真好真 好漂亮 不是 我刚才听王丽云说 欢迎一位嘉宾五十多岁了 我刚想转个身走 我说这不是我是 以为报告 换人了 不是 您不就像五十来岁的吗 我像四十多岁 其实呢 真正的年龄 能说吗 64 我哪像你啊 老保密 我64 我还有一年 离我老媳妇了 刚才就在录这期节目之前 十分钟我们的编导 在给白志迪老师打电话 然后说白老师 您对丽云姐什么印象呀 她说好 好女人 就是爱唠叨 她不敢说我不好 对 然后她还说呢 说那个丽云姐 说您有点抠 她说谁抠啊 她比我抠多了 对 我听见她在那 一直说你抠的事 我王里云老师挺好的 这个细眼泪也挺好 挺认真 是不是有缺点有时候都爱叨叨 这不是女人的聪明 对吧 到有时候呢 才细的时候有时候太认真了 你知道这缺点就有时候太认真了 所以她有时候就在旁边 就在旁边的菜 就在旁边的菜 我也没法准备去 知道吧 你看她比我抠 刚才洗的也就是她比我抠 怎么比她抠呢 其实她就是 对呀 没有什么特别多说 就爱吃酸菜粉 白日迪老师呢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她不爱开玩笑 但她在我们的节目中啊 就变成一个特逗的老头 哎呀我真是没想到 我说因为刚开始吧 做节目她从来不参加 然后有的时候需要她配合我 死去白泥给拽了 哎呀去了 简直就跟她上刑场了 我告诉你 您说我 就是她不爱说话 不说 领了屋的时候她倒领了 哎 这个好 这个好 但是在我们的节目中不一样吧 不一样了 后来我就发现 她是我带出来的徒弟 对呀 对呀